聂兄,我与你乃是好友,不过是举手之劳,何须如此,你我的交情若是再说这些,那可是见外了。 其实,问题很简单,你们家的刀法霸道伶俐,过刚一蛇,只需配合柔和的心法,再加上我所发明的静心玉佩,不出一年便不会再出现这样的情况。 至于你大哥刀中蕴含的怨气,我自会帮忙清除。 卫兄,多谢了。 聂怀桑本就极其喜欢卫兄的性子,经过了此事之后,更是将卫兄视为了此生唯一的生死之教。 他聂怀桑虽爱玩,可真正能入他眼的却少之又少。 之后,聂怀桑将此事与聂明爵商议之后,又与他的父亲商议后,就将心法刀法连同霸下一起交给了卫英。 不出一刻中,卫英就解决了此事。 为此,聂家自然是万分感谢,与兰家的关系也更加亲近了。 再加上聂怀桑发现卫英的天赋不仅体现在修炼仪式上,还体现在发明创造仪式上。 他所发明的俘虏法器无一不是极为实用之物。 聂怀桑本就极其擅长经营,他将自己心中的想法与卫英一说,两人一拍即合决定合作开商铺。 如此一来,不仅让两家之间的关系更为亲近,也同时在百姓中博得了好名声。 毕竟卫英发明的很多法器是专门为了那些没有灵力之人而创,有些可以提高农作物的产量,有些可以保平安。 至于福禄则是成为了那些实力低微之人,亦或是散修的心头好,这些福禄就相当于他们在外业列的保命福。 等兰家与聂家的合作步入正轨后,距离求学结束也已经过去大半年了。 这大半年里,修真界可谓是天天都有好戏出台。 这第一件事就是金光扇最终还是没能保住他的命,有人说是金夫人早就对其恨之入骨,才会趁他病要他命。 又有人说是金光扇生前风流太过,最终是死在那些见不得人的病上。 不过不论怎样,金光扇既然以死作为唯一的嫡子金子宣礼所应当的,就该继承金家。 只是,谁也没有想到,在金光扇死后,不知为何出现了许许多多自称是金光扇之子的修士找上门来, 纷纷称道,他们既然都是金光扇之子,自然也有继承金家的权利。 再加上平日礼金夫人的所作所为早就让金家的长老不满已久。 而且,这唯一的金家嫡子又过于天真实力也不过而尔。 这些长老不顾金夫人的反对,再三确认这些人的确是金光扇之子后,便将他们带回了金家好生安排。 其中,这些长老们发现了一个好苗子,明约梦瑶。 此子虽母亲身份低位,可本人却是个极其擅长人心与谋略,且与任何人都能结交一二。 短短几日便让金家上下都对其赞不绝口。 最重要的是,此子因为没有强大的母族,便可以任由他们掌控与拿捏。 只可惜到了最后他们才知道,真正被拿捏着的反而是他们。 如此一来,金家就陷入了内斗之中。 金夫人与金家的长老彻底为了谁继承金家而大打出手,互相扯皮。 无意中竟牵扯出金光善间污了许多附属金家的家族的夫人,甚至连金家长老的夫人也难逃其魔爪。 如此一来,那些本对金家忠心耿耿的家族纷纷脱离金家,且发誓定要讨个公道。 无奈之下,他们不是去温家就是去孽家还有兰家,将金光善所犯之事公之于众,连带着还扯出了金家, 在各家族内部安插了眼线一事。 如此一来,原本的金家内斗很快变成了世家讨伐金家一事。 金家的形势直线下降,金家旗下的产业接二连三被温家打压,要么就是被孽家出钱收购,而金家门生也纷纷脱离了金家。 除此以外,还有那江家,那与紫渊都已经被劈杀了,竟然还整口出狂言, 口口声声以梅山于氏为尊,如此言行传到了温朝耳中,自是让他大为不快。 不过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家族,竟敢在温家面前放肆。 既如此,云梦莲花物他温家要了。 于是乎,温朝自作主张就带着他的爱妾还有温竹刘及其几十名温家弟子去了莲花物, 声称他们看中了莲花物要将其收为温家的监察了。 而那江家的少宗主竟然口出狂言,辱骂温朝,最后也不知怎么好端端地就被灭了门。 也不知怎么的那日江丰眠正好送江燕离去梅山了。 等他回来看到的就是已经血流成河的莲花物,江家门生几乎没有几个逃脱的。 江碗淫被化了金丹,又被温朝废去了手筋脚筋,成为了废人。 而于紫渊的尸首则是被温家人带去了梅山渔市,高高悬挂在梅山渔市的门口, 用来警告那些对温家怀有不成之心的家族。 如此一来,百家自然是人心惶惶, 他们既害怕这不知名的天雷何时会劈到他们身上, 又害怕温家终于要对他们下手了。 如此一来,百家倒是收敛了往日的欺男霸女的行事作风, 也不敢再随意地说三道四,生怕牵连到自己。 他们可是清楚地记得这两次雷结, 他们都听到一个声音, 凡是心怀恶意且为非作歹之人下场都只会比这个更惨。 有人随时随地在看着他们。 云深不知处,魏英,该起了。 蓝湛看着床上卷着被子睡得正香的魏英, 实在是可爱至极, 尤其是那一撮呆毛还有那红扑扑的脸颊。 只是,今日,父亲与叔父似乎有要视相伤,不能耽误。 嗯,二哥哥再让我睡一会儿,就一会儿。 魏英迷迷糊糊地说着,手还不停地在床上四处乱摸。 二哥哥,你人呢? 魏英怎么摸也没有摸到蓝湛, 有些不高兴地微微嘟起了嘴。 见状,蓝湛自然是弯下腰,想喊醒魏英, 却被魏英直接揽住了脖子, 然后就被狠狠地亲了好几口。 被我抓到了吧,二哥哥。 等亲够了,魏英才松开手睁开了眼睛。 蓝湛这才发觉对方分明是早就醒了, 哪里有一丝困意。 再加上脸颊处传来的湿润感, 那股柔软又温热的感觉直直传进了蓝湛的心里, 倒是把蓝湛的心神搅得一塌糊涂。 魏英被蓝湛的反应可爱到了, 又扑上去狠狠地抱住,吸了几口气才从床上离开。 你既没有睡,为何迟迟不起? 蓝湛怕魏英摔倒直接伸手揽住了魏英的腰, 确认无事才松开手,给他拿来衣物, 帮着他一道穿好了衣物,只剩下墨额还未佩戴。 当然是为了等蓝湛你啊。 我可发现了二哥哥, 你总是趁我睡着的时候盯着我看, 有时候还会偷亲我。 明明白日里,我想亲你, 你总是说我不知羞, 没想到实际的二哥哥是这样子的呀。 所以,既然二哥哥害羞那就让我来亲呗。 毕竟,我可早就想亲你了。 魏英笑着打趣道, 若非他前几日睡的前只怕他还真的不知道, 一边说着话, 一边将自己的墨额递给了蓝湛, 而他直接坐在了铜镜前, 就等着对方给他梳头寄墨额。 而蓝湛也熟练地接过默默地拿起梳子, 给魏英梳头寄墨额。 看着铜镜里映照出的画面, 明明就像是哲仙一样的蓝湛偏偏 为了自己洗手羹汤, 为自己梳头穿衣坐着最平常的道旅间会做的事, 有家的感觉实在是太好了。 有蓝湛在的地方, 就是他魏无羡的家。 感谢观看